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人之前的复合传闻 在大众眼里甚至又是一个实锤 玄冰在婚礼现场选择了一身简单的基础款穿搭 也无任何的亮眼装饰 全力的都是在配合着婚礼的进行 或谈笑丰盛或蹲坐在一旁 低调的但是也难以一身的优雅和帅气 不愧是韩国演艺圈扛把子 他与全国初恋的男神收割机宋慧乔的一段恋情 至今为止仍然是让人惊惊乐道 此前也有消息爆出 宋慧乔和玄冰疑似复合 不仅玄冰的造型是特意的关注了宋慧乔的印字账号 而且宋慧乔爆出的照片呢 正是南方派设广告的地方 更是有意思的是 在宋慧乔和好友的自拍当中 曾经佩戴过一条项链 金属吊坠上刻着两个英文字母 HS 而这正是玄冰和宋慧乔二人名字的首字母 宋慧乔更是暗琐琐地点赞了 闺蜜在社交平台上演唱的他们生活的世界 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该电视剧呢 正是由他和玄冰两个人主演 诸多的细节 直指两个人在疑似复合的猜象 加上这次合理现场的徐锤啊 不得引起了很多广有的纷纷轻忽 二人作为寒狗娱乐圈的顶流 众多粉丝的永组这项 一举一动都是在备受关注 其恋情话题热度呢 也是居高不向 稍有进展就能登上热搜 两个颜值界的扛把子呢 疑似复合 虽然是大众的喜闻乐道 但是也不法反的吱声 有人认为 玄冰值得更好的恋情 宋慧乔自从出道以来 便是非问不断 更适合宋忠金的有归单婚姻 此外玄冰在与孙艺珍合作的 电视剧《爱的破奖》当中 CP感十足 成为了最佳荧幕情侣 许多人也是希望二人一期生情 2008年 他们生活的世界 让玄冰和宋慧乔泄入热烈 金童玉女的组合 让观众们眼线不已 也是连连声赞 二人的高颜值和扎实的眼睛呢 让每一幕看起来都是那么扬眼 许多人纷纷送上诚挚的祝福 也是希望这对情侣啊 能够逃离恋爱魔咒 上演现实生活当中的完美爱情 可这段恋情呢 最终还是逃脱不了 两年之后必分手的魔咒 分手之后 玄冰如期的去部队服兵役 而宋慧乔则是在不久之后呢 与宋中鸡合作了爆款电视剧《太阳的后裔》 并且与男主成功步入现实 双宋CP红迹一时 热度居高不孝 二人的世界婚礼也是被认为 是王子和公主美好爱情的现实版 可这段婚姻啊 最终还是离婚告终 二人离婚时撕破脸 也让宋慧乔的路人员跌至谷地 韩国国民对宋慧乔的风评呢 也是恶评不断 此次一次悬兵和宋慧乔旧情复然 不管真想如何 还是忠心的祝愿 二人最后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心之所属 相信呢 很多观众啊 都是非常喜欢看一些浪漫韩剧的 因为韩剧大多数都是选择爱情为题材 剧中的剧情呢 都是男女主角在一起甜蜜的画面 并且韩剧里的颜值呢 非常的高 很多人的观众呢 都是看得非常过瘾 韩剧当中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女明星 像是全志贤 宋志肖 惊喜山这类女明星啊 都是很多观众非常喜欢的女神 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 是宋慧乔这位女明星 大家对于这位女明星也是十分的熟悉 她出演过很多韩剧 并且这些韩剧呢 她的口碑都是非常好的 在近期的时候 宋慧乔还和玄冰两个人复合的消息 传的是沸沸扬扬 两个人都是以为宋慧乔真的和玄冰复合了 但是双方对这件事情呢 并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 这可让网友们一轮纷纷啊 两个人分手到现在 也已经有十年时间了 但是看网友们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度呢 很多网友还是表示 希望两个人能够复合的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观众 都是能支持宋慧乔和玄冰复合 有些观众就说 宋慧乔其实是配不上玄冰的 因为她是个二婚的女人 虽然这些观众实际一乱的 但最主要的决定呢 还是掌握在玄冰 还有宋慧乔的手中 如果玄冰心中啊 有宋慧乔 并且宋慧乔也没有放下玄冰的话 那么两个人复合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的 像之前 宋慧乔和宋忠基两个人合作 出院了太阳的后裔 这部喊剧呢 就是受到很多观众的欢迎 很多网友都是在评论 呼喊双方可以组成CP 可是没有想到 男女主角在现实当中啊 真的成为对情侣 并且呢 还传出结婚的消息 宋慧乔和宋忠基结婚的消息 在网络上面 也是受到很多观众的关注的 但是呢 让观众们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双方的婚姻呢 只维持了18个月的时间 之后的这段婚姻呢 就宣告结束 我们国内的媒体 也是不知道 两个人离婚的真实原因 但是韩国的媒体呢 确实把两个人离婚的原因啊 归咎到了宋慧乔的身上 宋慧乔在韩国媒体当中的风评 并不怎么好 虽然说现在宋慧乔 是在韩国属于一线的女明星 人们看到的 都是宋慧乔光鲜亮丽的模样 但是却不知道 她的童年是非常悲惨的 一位韩国的记者 是这样评价 宋慧乔的原生家庭 有点遗憾的家族是 在1981年的时候 宋慧乔就出生了 宋慧乔的父母都是19岁 他们在年纪轻轻的时候 就生下了宋慧乔 也许是因为两个人 太过于年轻的缘故啊 所以这段婚姻呢 也维持了很短的时间 就宣告结束 宋慧乔的父亲 离开了自己和母亲 从这以后 宋慧乔就是一直跟着母亲生活 对于宋慧乔的母亲来说 那段时间是非常难熬的时光 她不仅要赚钱养家 还要抚养宋慧乔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只身带着孩子在外拼搏 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不过宋慧乔的爷爷 确实非常疼爱宋慧乔的 只要是宋慧乔的学校里面 有举行活动 宋慧乔的爷爷一定会到现场 自然说宋慧乔从小就出去富爱 但是爷爷对自己的陪伴呢 也是弥补了自己缺失的那份富爱 宋慧乔从小到大的厚度当中 爷爷从来没有学习过一场 宋慧乔和母亲的关系呢 更像是姐妹一样 虽然说小时候的童年经历 不怎么完美美好 但是呢 当中呢 有很多让宋慧乔感那么难忘的回忆 在1996年的时候 宋慧乔参加了一场模特大赛 在这场模特大赛当中 很多评委对宋慧乔印象深刻 宋慧乔也是在这个时候 出名之后呢 正式加入到娱乐圈当中发展 之后宋慧乔出演了 顺丰富长科这部韩剧 虽然说啊 他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配角 但是宋慧乔已经是非常知足了 最后宋慧乔是出演了蓝色生死恋 正是这部剧当中 宋慧乔彻底的被观众熟知 并且这一部韩剧呢 还成为当年的收视冠军 浪漫满屋这部电视剧 是宋慧乔和Rune两个人合作的 当时很多观众都希望 男女主角能够在一起 但是并没有传出两个人在一起的消息 不过Rune曾经公开表示 希望自己的理想心 能够像宋慧乔扬漂亮 宋慧乔和玄冰两个人 是在我们生活的世界 这部剧当中相识的 在这部剧《杀青》之后 两个人也是公开了恋爱关系 很多观众纷纷对这对情侣呢 送上自己的祝福 但是好几步场 这段恋情呢 只维持两年的时间 最后已是白日告终 之后的宋慧乔 就和宋忠基合作了太阳的后裔 两个人也是公开了恋爱关系 并且还步入了婚礼的殿堂 就是在观众啊 以为宋慧乔找到自己幸福的时候 宋慧乔和宋忠基 去宣告这段婚姻啊 已失败告终 宋慧乔也是因此被人们称作 为男生收割机 只要是他和一位男演员合作 那么他就会和这位男演员 擦出爱情的火花 有一些日本媒体啊 甚至这样评价宋慧乔 说她是魔鬼一样的女人 这样的评价确实有点夸张啊 现在宋慧乔已久是单身艺人 所以她的粉丝们 都在为她的终身大事而感到着急 也是非常希望宋慧乔能够和玄冰复合 对于这个事情 你们是怎么看待的呢 如今37岁的宋慧乔 一改往日的清纯女神发 浓壮的她还烫上了羊毛卷 红色的指甲油呢 和深红的口红有微凸现 这款羊毛卷的卷度比较大 搭配了微卷的胎猫刘海 整体的气质看起来温柔当中 自带着三分魅惑 拥有着清秀面容 动人的眼神的宋慧乔 是众多男士当中的梦中情人 15岁出道极巅峰 同时呢 也是被掌声鲜花 或者谩骂声质疑 裹下着向前的霸瓶女神 从蓝色生死链 浪漫满屋 到太阳的后裔 宋慧乔塑造了一个有阳光 清纯的女主形象 而素颜想的她 更是清新自然 复制风吟水嫩 让激动不已的女粉丝 惊叹不已 宋慧乔不仅有惊人的演技 竟沉在剧中的 对绝对浪漫的爱情渴望 更是对影视艺术 执着追求的霸气与自在 2008年 宋慧乔和玄冰在拍摄了 他们生活的世界时 发展成为恋人 当所有人都以为 他们能够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 宋慧乔和玄冰 却是因为聚少离多 宣告三年情段 玄冰到釜山拍摄的 这六个月里面 我心里总是有一种 可以想念她的感觉 虽然每一次 都能见到很短时间 但是让我很珍惜 彼时的宋慧乔 像是情窦初开的小女生 不只是一次的 积极高调室爱 2017年 宋慧乔嫁给了 比自己小四岁的宋忠姬 然而两个人 婚姻并没有维持下来 2019年 不相信爱情的宋慧乔 结束了不到两年的婚姻生活 离婚之后的宋慧乔 离开了万众瞩目的童话爱情 没有变成别人眼中的孕妇 而是用学习和旅行 来填满自己的从容生活 坚强而不柔软 选择独自默默承受 这份承受呢 不仅仅在体现在心智上 更是对生活的自在追求 网友们可能会问 为什么童话般的爱情 总是以悲剧收尾 或许阿佩戏时 可能只需要按照剧本 什么都不用去考虑的去恋爱 而生活呢 却是要要求包容对方的一切 并且学会在相互妥协当中 达到平衡吧 有什么有意義ao 復帮助